01、十年战争与伤亡 1979年12月12日 苏共中央政治局签署了关于A的局势的决议 A就是阿富汗 在此之前 苏阿关系形势错综复杂 尤其是1979年9月 阿明通过政变主政阿富汗后 试图舒染苏联 接近美国 这使莫斯科十分恐惧 图1979年 苏联阿富汗战争开打 于是苏联当局决定 通过一次有限出兵 推翻阿富汗的阿明政府 在二至三周内 拿下阿富汗这枚重要棋子 使之重新为己所用 只是 超级大国苏联的掌舵人伯烈日涅夫不知道 这一次有限的出兵 竟致使苏联深陷迷闹 揭开了长达十年战争的序幕 1979至1988年底 战争过程不表 反正结果 苏联惨败 苏联入侵阿富汗 到底造成多大伤亡 官方的统计数据是 1988年 苏联总政治部主任 利济切夫 在苏军撤离阿富汗以后宣布的 在阿富汗战争中 苏军死亡 一万两千二百一十人 伤三万五千四百七十八人 失踪三百一十一人 战争总计耗费四百五十亿卢布 约合二百亿美元 02 因果倒置不可取 认为这场战争 拖垮苏联的说法 不成立 图美国好莱坞拍摄的 苏联阿富汗战争题材影片 入侵阿富汗海报 首先 对比当时苏联的体量 阿富汗战争所遭受的人员 伤亡和军费支出 只是小创伤 上世纪八十年代 苏军总兵力超过五百万 年度军费预算于一千亿美元 再对比十年阿富汗战争的 统计资料 一共伤亡五万余人 十年才花费二百亿美元 就苏联这一庞大的体量而言 这点损耗 只能说是皮肉伤 远没有伤及筋骨 况且 这些钱不花在阿富汗战场 也会花在其他国防工业上 据解密公开的资料 苏联在冷战的数十年中 与西方对抗花费了七千亿美元 与中国对抗花费了两千亿美元 其他军费开支约一百亿美元 在比十的大环境下 这笔钱不会被用于国内民生纾困 只会用于美苏军备竞赛 再者 以现在的眼光看来 阿富汗战争是冷战格局中苏联南向政策的失败 但在美苏冷战 真于白日化的1979年 这并不是一个失败的动议和战略 我们末以今时看就是 阿富汗的地缘位置 向来具有优势 其位于东亚 南亚 西亚 中亚的交汇处 北与塔吉克 乌兹别克斯坦 土库曼接壤 西与伊朗皮莲 南与东南与巴基斯坦为零 东北与狭长的瓦海走廊 与中国相接 图阿富汗的地理位置是一图 上世纪八十年代 苏联为图全球车霸 西线欧洲 南线 中东 海湾 东线亚太三线全面推进 在南线 苏联企图以阿富汗为南下的基地 打通南下印度洋的通道 进而直达南方能源通道的咽喉霍尔木兹海峡 从侧翼包围欧洲 这一计划当然未得逞 所以直到现在 俄罗斯还没有常年不结兵的入海口 这是大缺陷 按理说 阿富汗弹丸小国 难抵苏军侵袭 事实上 十年战争 有大约一百万阿富汗人死于战火 是苏联将士阵亡人数的一百倍 但阿富汗伊斯兰抵抗力量很顽强 也很聪明 基于复杂的山地环境 他们选择打游击战 并且由背后的美国提供武器和爆破技术支援 苏联人低估了这场战争的难度 美国人则埋下了原教旨主义和极端恐怖主义的隐患 并在又一场阿富汗战争中反噬己身 此外 还有很多来自中东地区的友军 也赶来增援阿富汗游击队 与苏联人作战 后来一手创立基地组织 制造九十一血案 引爆又一场阿富汗战争的本拉登 就是其中议员 多年贴身采访和相伴本拉登左右的 还有位沙特记者 当2011年 拉登被美金海报突击对猎杀后 他在推特上写道 我贪倒而泣 我的心碎了 在阿富汗的时候 你是那么美丽和勇敢 但后来你却屈服于仇恨和致命的激情 他叫凯舒吉 2018年 他在住土耳其伊斯坦布林领馆中 被自己人活活之解 震惊全世界 图沙特记者卡舒吉 佐三曾身穿阿富汗军服拍照 总之 耗费十年 苏联依然没能拿下阿富汗 1985年 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苏联 1991年12月25日 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联总统职务 12月26日 苏联解体 可以看出 从阿富汗战场杀鱼而归到苏联解体实质发生 时间上离得非常近 但阿富汗战场的失败 不构成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 导致苏东聚变的原因纷繁复杂 研究汗牛冲动 且观点各异 总的说来 经济上 计划集体经济的尘磕疲弱 片面追求国防工业而忽视民生 政治上 苏联内部的中央控制力持续下降 官僚主义盛行 贪污腐败严重 思想上 各种思潮混乱相杂 分裂独立思想抬头 军事上 决策体制的制度性缺陷 等等 恰恰是由于这些内因 影响了在外作战的苏联军队的战斗力 加上苏联在国际上的孤立处境 戈尔巴乔夫转而倡导新思维外交 最终导致从阿富汗战场撤军 图西方国家把戈尔巴乔夫 称作结束冷战的英雄 但是许多俄罗斯人则把他视为苏联解体的罪魁祸首 图为2016年12月9日 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接受记者采访 苏联病入高荒是因阿富汗战争失败是果 而不是反过来 图苏联领土变化程序图 03 认为这场战争拖垮 苏联实则是拖罪辩护的障眼法 把苏联解体归结为阿富汗战争的消耗 过于片面 简单 其实是拖罪辩护的障眼法 这种手法很常见 我们也很熟悉 说法典就是甩锅 找替罪羊 只要内部发生问题 那一定是国外的势力干涉 只要有风吹草动 那一定是受到外面的风的什么影响 内部的问题不解决 但也要尽可能发动战争 找到情绪的宣泄口 转移国内矛盾视线 外交环境 外部势力 或许能施加一小部分影响 但绝对不是主要的 苏联垮掉的最重要原因 也许你我都明白 参考文献 沈志华主编 冷战国际史24讲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8 李小亮 阿富汗战争苏联 高层决策研究 1979-1989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6 联合